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我要介绍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之中, 洞差估计法。 首先在介绍洞差估计法之前, 我们应该要先让各位同学了解一个叫做大数法则。 那么其实在这个部分, 我们介绍的是弱大数法则。 那么我们用一个例子来给各位同学, 做一个解说。 假设我们丢100个铜板, 这是公正的铜板, 有正面跟反面, 那么随机变数X表示出现正面的个数。 那各位同学可以非常轻易地算出来, 我们的期望值应该是多少呢? 50个正面。 那么实际上来说, 我们这样子去投值, 是不是都一定每一个都是50呢? 当然不是。 那么我们做了一个重复的试验, X1, X2, X3, 一直做下去。 那么这个地方, 我们常常会在后面, 会用到的, 叫做均为独立且有相同分配。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地方啊, 我们常常用的是一个符号, 叫做IID, 这是independent, 叫做独立, 有相同的分配的话呢, 是叫做identical, 这个叫做distribution,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要写的是说, 如果说这一批资料, 这一批随机样本, IID, 那是什么意思呢? 通通都是相同分配, 而且它是独立的。 好, 现在我们这么说了, 当N趋近无限大的时候, 就是做了无限多次, 那么它的这个样本平均数, 会以几率的模式, 各位同学, 注意这件事啊, 趋近期望值,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这个算是, 它这个样本的平均数, 它会非常的接近这个期望值, 说明的就是, 以这个铜板, 丢这个100个铜板来说的话, 假设我们第一次丢48个正面, 第二次运气比较差, 我们是40个正面, 再来50个正面, 48个, 52个, 46个, 那么我们把它一个一个把它记录下来, 这个地方我们画了一条线, 这是50的这条线, 这个平均数, 它没有一直都在50的上面, 但是我们说, 当这个n趋近无限大的时候, 它会接近50, 它的极限值, 注意的是, 这个叫做improbability, 叫做几率的模式, 那么几率的模式, 跟我们一般的收敛, 它会收敛到这个50, 不太一样, 怎么讲呢, 它不是说, 今天我们这边的话都是50以下, 那么我们预计后面, 就会有50以上的一堆, 去来做一个补偿, 它不是这个意思, 这个预计说上面会来做补偿的, 这个就叫做赌徒的谬论, 那这个大数法则是说的是, 当n趋近无限大的时候, 它会非常靠近它, 靠近的模式, 以几率的模式, 不是一般的收敛, 因为一般的收敛是说, 当到了一个很大的数字以后, 它们会全部都会接近这里面, 它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要了解极限的定义了以后, 我们都会知道, 收敛的意思, 一般的极数的收敛, 它是越来越靠近, 那这边的话呢, 有没有说越来越靠近呢, 它不敢讲, 它到后面可能会多出一个, 哦,上去, 又下来, 但是终究它到了无限大的时候, 它会趋近它的期望值, 所以这个地方就叫做improbability, 就是用一个p来代表, 那这个我们称为弱大数法则, 那各位同学, 你们要知道, 有了弱当然就有一个强, 不过我们这边, 不提这个强大数法则, 强大数法则, 我们大概说一下, 你们必须要学会走位的测度论, 就是measure的一个东西, 那么有了学过十遍的同学的话呢, 会比较了解, 他们这个不是improbability了, 它会更强一点, 它会大概是almost everywhere, 或者是almost surely, 那么我们不管这个部分, 我们只知道, 弱大数法则, 当n趋近无限大的时候, 他们会往这边靠近, 那么我们现在要介绍的叫做, 动差估计法, 就是基于这个大数法则, 现在我要介绍的是动差法, 就是如何去用动差来估计, 那么其实这个地方来说, 其实是很单纯的,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符号, 这个我们都用μ来表示, μk, 这叫做k接的动差, 它的期望值, xi的k次方, 我们分了两部分, 这部分叫做离散的, 就是分段的状况, 这是离散的状况, 这是什么呢? 连续的状况, 我们都是叫做k接动差, 那么当然k等于1就是1接, k等于2就是2接, 而右边这一部分, 右边的这部分, 我们就要称为样本的部分, 那么这是我们抽出来的样本, 我们来做一个样本的一个平均数, 这个地方如果说是二次, 那么我们就称为2接的样本动差, 那么它的观念是什么呢? 观念就是, 动差法就是, 我们的样本动差, 等于我们的母体动差, 是这样的观念, 那么以动差估计法来求出来的, 我们称为动差的估计量, 那么动差估计法, 我们在后面介绍一些例题, 我们也要让各位同学知道, 用动差法来估计的一些统计量的话呢, 不见得是一样的, 我们一样都来估计, 但是我们的估计的这个方法可能不为一, 那么我们介绍最常用, 最常用的一阶动差, 各位同学知道, 一阶动差就是我们的期望值, 那么我们的一阶的样本动差, 就是我们的样本平均数, 所以各位同学要知道, 是什么呢? 我们的估计的方法, 这是我们很常用的, 利用样本平均数来估计母体的平均数, 那么在二阶动差这个地方, 我们要知道的是, 这个是什么呢? 这就是我们的二阶动差, 那这个地方, 等一下我们会做一个详细的解说, 这就是我们最常用的, 这叫做母体的变异数, 这是母体的变异数, 那么这是有平方的, 就叫变异数, 那这个地方是我们的离差的平方平均, 一个二项分配常常用到的, 二项分配是用动差估计法怎么估计, 那我们这边就可以做快一点, 这个地方来说, 其实我们都知道二项分配, 我们先复习一下, 它的期望值是多少呢? 这个叫做NP, 期望值是NP, 那么我们的变异数呢, 变异数叫做NPQ, 我们基于这样的方法, 我们就可以做得快一点, 好, 现在我们来看看母体动差, 这叫做什么呢? NP, 那么样本动差, 我们知道是什么呢? X-bar, 因为它是有几个, K个, 所以我们要除以K, 这就是我们K个随机, K组的随机样本的一个平均数, 那么我们希望怎么样呢? 这两个要相等, 那么只要一相等, 这就是我们所估计的, 我们都用一个hat来表示, 用一个hat来表示, NP, 用的是什么呢? X-bar, K个的平均数, 那现在题目是要我们估计两个P, 也要估计N, 两个变数, 那我们就没办法, 我们可以, 不能没办法只有用一阶了, 我们就要进入的是二阶, 二阶, 来, 我们来看二阶的话呢, 以变异数来说, 这叫做什么呢? NPQ, Q就是一减P, 这是我们的话呢, 先把它写好了, 这是用估计的, 估计的这个地方是母体的, 这是母体的那一部分, 我们来写的是样本的部分, 样本的部分在这边, 好, 那我们继续写下去, 解P, 怎么说呢? 各位同学看这边, 这个叫做X-bar, 我们把X-bar带进去, 是不是P就可以解出来了? 来, 我们把X-bar带下去, 然后等于多少呢? 右边的这个, 这边看似复杂, 其实一样一定可以算的, 这就是我们全部的, 这个样本的平方和, 再除以K, 再减掉样本平均数的平方, 这样子的算出来了, 结果的话呢, 我们就一定可以把P hat先算出来, 一减P等于多少呢? 除过来, 除过来这个算式, 然后P hat就可以算出来了, 解出了P hat, 那么N hat就直接再除过来, 就可以利用这个一阶跟二阶, 来评估我们的P以及N, 这就是我们常用的叫做, 洞差估计法, 那么我们再介绍一个例子, 这个很常用的, 这是什么呢? 这个叫做Normal, 常态分配, 当各位同学看到了IID, 不要害怕, IID就是Independent Identical Distribution, 这就是告诉我们说, 它是独立的, 而且它是相互的来说的话呢, 是相等的分配, 现在我们来估计谁呢? μSigma平方。 现在我们来看看一阶洞差, 一阶洞差当然就是期望值, 就是我们的μ, 这是我们的好预计要估计的,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一阶的, 叫做样本的洞差, 这边是母体的洞差, 于是我们知道这右边这是什么呢? 这叫做Xbar, 所以这个地方就直接就估计了, 我们的μ就是用平均数来估计, 现在我们来看二阶洞差, 二阶洞差, 这是一个, 这个叫做X平方的期望值, 那么我们知道, 变异数是平方的期望值, 减掉期望值的平方, 那么我们利用这二阶洞差, 要怎么做呢? 我们先减一项, 再加一项, 先减掉这个叫做期望值的平方, 再补偿给它, 那么我们要了解这是什么呢? 这就是Sigma平方, 那这是什么呢? 这是μ平方, 这叫做二阶的母体洞差, 那么我们现在怎么评估呢? 我们希望它变成了, 这叫做N分之一, 这是要做二阶的样本洞差, 减掉Xbar, 这个地方我们已经评估出来了, 这边是Xbar, 我们即递利用这样的方式来做一个估计, 那么这边的话呢, 我们可以两边同时除以N分之一, 这样看起来比较简单一点,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这个结果, 那么同学会说, 这好像是跟我们的前面的写法有点不一样, 那么我们来做一个解说啊, 首先我们看一下, 这个叫做每一笔资料减, 这叫做离差的平方和, 然后我们把它展开来看看是什么, A减B的平方等于A平方减掉2AB加上B平方, 好, 我们再继续, 这个逐项的来取它的这个总和, 前面第一项我们就直接就写下去, 第二项, Xbar是因为是一个定数, 所以我们可以提到前面去, 最后一项, 这是Xbar的平方, 好, 现在继续写下去, 我们来看一下, 前面不要动, 中间这是什么, 这是总和, 它其实就是Xbar的一个N倍, 这是什么呢, 这个是Xbar, 因为它从I等于1到N, 它完全都跟I没有关系, 它就是乘上一个N倍, 于是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发现了, 这里有两个, 这是一个, 我们就可以直接消掉, 这是Xbar的平方, 于是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结果, 你们看一下, 这是什么, 一样的, 所以, 我们常见的一个这样的写法, 我们就把它改写一下, 改写成, 我们比较常用的写法是这样的, 那么事实上, 这个地方, 也不会计算上来说, 其实并不麻烦, 因为我们是分开来算它的平方和, 这个是什么呢, 这是逐项的话呢, 来计算, 那这个地方, 我们的话呢, 把它拿掉啊, 我们现在再来介绍的是, 布阿松的一个分配的一个估计的方法, 这个例题的是要解说的是, 我们的这个洞察估计法, 其实它是, 不是唯一的一个例子, 现在我们来看, 这是布阿松的一个分配, 是这样的写法, 现在有一组随机样本, 那是布阿松, 那么怎么看呢,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布阿松的, 它的这个母体参数的话呢, 叫做烂打, 它的期望值是烂打, 那么我们的, 这是要做母体一阶的母体洞叉, 那么我们的一阶的样本洞叉, 就是X bar, 那么等于X bar, 那么现在的话呢, 就用烂打的话呢, 你可以用这个X bar, 来做一个估计, 可是我们又知道了, 什么呢, 布阿松的它的这个变异数, 它其实也是烂打, 这个我们前面有证明过, 那么烂打的话呢, 是不是也可以把它写成的, 叫做二阶的, 二阶的样本洞叉, 这样写法, 这样写了, 好, 那各位同学看一下, 同样都是烂打, 我们可以用这个估计, 也可以用这个估计, 所以, 我们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得出来, 用洞叉估计法, 其实有可能是不唯一的, 这个单元, 我们首先的话, 要知道的是, 洞叉估计法, 它的理论基础是基于, 是弱大数法则的观念, 那么这个单元, 我们主要是介绍的是, 洞叉法, 什么叫做母体洞叉, 什么叫做样本洞叉, 那么我们要利用洞叉的方法, 可以估计各种分配的一些参数, 那么要注意的是, 洞叉的估计方法, 它有可能的结果是, 不唯一, 的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